这个连杰哥都只能跟在后面拎包的男人叫龙哥 是台北叱咤风云的黑帮老大 这天在一处废弃的仓库里 龙哥派遣首相阿明和日本的黑道进行毒品交易 一共八百万的货 双方准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与此同时外面有四个持枪匪徒正在待命 他们准备黑吃黑抢走这笔钱 很快几人就持枪冲住了仓库 对着日本人就来了一枪 阿明看对面人多势众不敢有所动作 只能看着他们将钱带走 可日本人伊藤不死心想抢回现金 近撞阿泰果断开枪杀死了伊藤 成功逃脱后阿泰和阿三找到了萧董帮忙 他拿出五百万希望萧董出面误旋 将这件事摆平不要让龙哥那边找自己的麻烦 有钱好办事萧董一口答应下来 嗯 现在再麻烦你 另一边伊藤的女朋友加奈子飞到了台湾 他得知男朋友被害悲愤交加 于是决定替他报仇 落地台北之后 加奈子先是找到了受伤的前田 商量报仇计划 当天晚上两人就来到了龙哥的公司 想要讨个公道 龙哥当然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 但是又不想得罪萧董 于是采用托子诀 随后让司机想好送他们回去 两人看得出来龙哥只是在敷衍自己 随后找了个理由下车 准备自己去调查凶手 小豪在路边等了许久后 发现两人没有回来 于是独自开车离去 第二天龙哥就带人来到了萧董的地盘 要他教人 但萧董也是个老狐狸 表示阿太只肯拿出300万出来解决这件事 那我跟日本人怎么交代 这件事啊 我知道是阿太医不对了 要帮忙干嘛了 现在的年轻人呢 都很冲动 不像以前说不过了 我能做的也只能做到这里为止 你如果不满意的话 我也没办法 我只希望你能够 以和为贵 当然 这次的事情对龙哥其实没什么损失 想了想 于是收下了300万 准备跟日本人那边先拖着 但手下阿杰十分不爽 动不动就要和阿太拼了 龙哥听到这番话 实在是恨蝶不成钢 将阿杰痛骂一顿 拿什么拼 你看看你们 他妈的从上到下 哪一个不在客人要 拼个屁啊 怎么拼啊 人家是拿命给你们拼啊 不是跟你们拼客人要啊 吃归吃 我们打的还是一样 你呀 你呀 这个事情先到此为止 至少我们已经进了300万 货也在我们这边 动不动脑筋做事情行吗 不要动不动就喊变 要不要先跟自己变 这次的事 死的是日本人 被抢的也是日本人 他自然是不愿多事 几天后 龙哥安排阿杰和阿明 去一家皮包场谈合作 这行利润高 风险低 龙哥早就想插一脚 爆脾气的阿杰一进屋 就将里面的员工一顿打骂 李老板 这种口笔生意 自己做不危险啊 哎哎 冲下冲下冲下 冲下 警察下班了啦 我们是来抓你们的啦 哎 接着阿明上前谈合作 表示想入股三成 老板一听当然不愿意 但阿杰唱红脸 阿明唱白脸 一通恩威病失 最终老板还是同意了这次合作 与此同时 嘉奈子和前田 成功找到了阿泰的地盘 就在阿三出现的时候 前田举枪对准了他 但没想到被人偷袭 命丧当场 嘉奈子则负伤逃跑 阿泰认为肯定是龙哥两头吃 将自己的行踪泄露给了日本人 于是过来兴师问罪 阿明一再表示 这件事和他们没有关系 那就好 要是让我知道 你没有插手的话 那我就不客气 一听阿泰来自己的地盘放狠话 爆脾气的阿杰立马忍不了了 你他妈到我们这里嚣张了 怎么样 不怎么样 让你知道这里是哪里 我让你出不去 好了好了 够了 够了 好在阿明比较冷静 及时拦住了两人 冲突才没有积蓄 但阿杰对此十分不满 认为阿明太窝囊 丢了自己的脸面 晚上 司机小豪只为回家 突然 一把刀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扭头一看 竟然是受伤了嘉奈子 小豪为人善良 看他腹部流血不止 于是 好心地将他带回家治疗 嘉奈子特地用中文表达了感谢 就在这时 小豪的女友佩佩突然过来找他 一看到嘉奈子 佩佩以为小豪在家里藏了个女人 于是粗衣大发 尽管小豪费力解释 但佩佩还是升级地走了 可刚出门就碰到了阿三和阿国 他们是来追杀嘉奈子的 小豪故意打破玻璃 吸引两人的注意 然后让嘉奈子躲进衣柜里 躲过了一截 小豪知道事情已经闹大 他不想引火伤身 于是 将嘉奈子赶了出去 之后 嘉奈子回到了伊藤的住处 他听着男友生贤的留言 突然发现一个叫高桥的人 和伊藤联系得很密切 之后在一家酒吧找到了高桥 想请他帮助自己报仇 高桥黑白通吃 道上的风声也都一清二楚 他本不想参与这件事 但是念及和伊藤的情意 于是告诉嘉奈子 被抢走的钱现在在龙哥手里 而另一边 小豪的女友佩佩找到阿明告状 将昨天的事情说了一遍 小豪文言赶紧上前置之 但是已经完了 阿明听完后 气得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动静声将阿杰引了过来 怎么鬼事啊 小豪跟那日本妞在一起 弄跑阿太跟阿三块来造我们麻烦 来啊 又不是没有跟他说明过 哎你看呢 不是什么事情都用我方式解决好不好 是吗 被人打了还不还仇啊 以后怎么吹 阿杰几句话将阿明怼得哑口无言 可就连龙哥也支不住他 阿明更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可就在当晚 阿太带人来到了皮包厂 准备抢了龙哥的皮包生意 我大爱的意思 就是要跟你合作这皮包生意 哦 又来了 咋 不要来这一头啦 没什么事情 你们别人不怕你们这种老麻 可狠话说完 老板就被几人狠狠地扁了一顿 他找到阿明 表示阿太那边他得罪不起 于是将合作的支票退了回来 阿明的软弱作风让阿杰看不下去了 于是准备找龙哥告状 但没想到加奈子突然不醒自来 龙哥知道不能继续拖下去 于是拿出两百万想将此事善良 但他不知道加奈子的心里只想复仇 之后他再次找到高桥 从他的口中得知 阿太和阿三是彰化人 两人自小便是孤儿 之后遇到萧董 他看两人可怜便收养了他们 两人长大后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弟 之后在兄弟路上越走越偏 由于敢搭敢拼 很快就在道上打响了名城 但是也让两人越发地膨胀起来 阿太甚至闭着眼睛走上车水马龙的街头 以此证明老天不会让自己死 这种举动可把阿三和阿国吓得不轻 还和路过的司机吵了起来 为了复仇 加奈子提前做了很多准备 高桥也在一边帮忙 教他如何使用手枪 并且还告诉加奈子 阿三十分喜欢赌博 可以从这边入手 找到阿太他们 这天晚上 加奈子尾随一个赌场的打手 来到了赌场老板的家 对的小弟开了一枪后 老板立马认怂 乖乖地给阿三打去了电话 阿三 你现在没声音了 目前潇洒没来 你没想找几千都堆了我 我咋一样了 你又再了过来了 这会过去吗 阿三 阿三叫你过去的 哪里 阿三 我过一个队 他过 干 天天都没了 老三 你过去了 阿三根本没把加奈子放在眼里 四人组还拿着枪在门口等着 可等了一个小时 都没有见到加奈子的身影 阿国觉得他不敢过来了 我说 你早来 我说你不敢来 阿太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 带着众人回去休息 但没想到 加奈子一直在暗处监视 跟着几人来到了他们的住处 等他们睡着后 加奈子摸黑进屋 准备开枪打死阿太 可运气太差 被发现了 其他三人也被惊醒 阿三立马进来营救 加奈子知道对面人多势众 于是边打边退 阿三也紧随其后 可没想到 在追击的时候 被躲在暗处的加奈子 一枪爆头 等阿太三人赶到时 阿三已经弃绝身亡了 他抱着兄弟的尸体 万分悲痛 但如今是已至死 唯一能做的 就是为阿三报仇 阿太将一切都怪在了龙哥的身上 认定是他出卖了自己 萧董知道后也表示支持他的做法 就算龙哥再来找自己 也不会管这件事 得到萧董的手肯后 阿太三人开始扫荡龙哥的场子 一时间 龙哥的手下死伤无数 不过 阿太没有对龙哥动手 因为他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杀加奈子 眼看事态愈演愈烈 萧董也不得不出来斡旋 经过一番磋伤 两边决定 一起抓住加奈子 不过作为补偿 阿太要将皮包场让给龙哥经营 本来谈得好好的 阿国突然跳了出来 回到公司后 龙哥也深感疲惫 表示想回去后休养几天 公司的生意暂时交给阿明和阿杰处理 可龙哥前脚刚走 两人就因为送货的事吵了下来 没了龙哥的约束 阿杰对着阿明大骂一通 我还需要你教我什么做事啊 我差点棍子的时候 你被他认了好嘞 教我什么做事 你送货我会变家强 应该逃回来 因为没胆去逃 跟你同公司啊 我还真丢你 阿明虽然不爽 但为了顾全大局 还是忍了下来 随后他找到了阿太 想针对合作的事具体聊一聊 但阿太却说 没有办法和他合作 因为阿杰经常来找自己的麻烦 我跟阿杰谈一谈 谈没有用啊 你再怎么跟他谈 他也是不会闭嘴啊 要去做给我看 阿明清楚 如果不杀了阿杰 公司迟早会被他拖垮 最后他静止来到了 阿杰常住的酒店 敲门之后 表示想和他聊一聊 阿杰没有一点防备 以为阿明真的是来聊聊的 可刚转身 阿明就抽出一把尖刀 捅死了阿杰 与此同时 小豪正准备给阿杰送零食 正好撞见阿明出来 直接给了他一刀 好在小豪年轻力壮 奋力地逃了出来 正好家乃子也在附近 他看到后 及时救下了小豪 小豪怕阿明追到自己家里 于是 让家乃子带着他去佩佩家避难 可就在两人处理伤口的时候 佩佩突然回家 虽然小豪满身鲜血 受了重伤 但他还是以为两人有奸情 于是转身跑了出去 正好在楼下碰到阿明 上去就搂住了他 两人干柴烈火 顺势滚了床单 佩佩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一股脑袋将刚才情景 全部说了出来 阿明知道小豪的位置后 立马带人来到了佩佩的家里 随后将他绑在柱子上 一顿暴打 要出来混 有些事情不能乱讲 我什么都没说 没有办法 我不敢相信 打 林哥 不要打了 小豪对大家担心那么久 不要打 不要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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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豪 可就在这时 阿泰突然打来电话 要他留下小豪的命 原来 他的女人被迦奈子给抓了 对方要挟他 放了小豪 没办法 阿明也只能暂时留下小豪的命 并让手下将他关进狗笼里 另一边 迦奈子让高桥带杯传话 让阿泰拿八十万出来 换回自己的女人 之后 阿泰按照约定来到了一个厂房 刚进来 他就被迦奈子拿枪对准 随着一声枪响 阿泰倒地不起 可没想到 他穿了防弹衣 刚刚是假死 随后 一脚撂倒迦奈子 生死之际 突然赶来三个警察 阿泰见识不对 拔腿就跑 不过 几个警察没有继续追赶 而是将迦奈子靠了起来 随后 带他来到了高桥的地盘 并且提醒他们 如果再有下次 不会再留情面 原来是高桥 拜托警察帮忙 去救迦奈子 高桥还安排了船 准备送他回日本 但迦奈子并不打算离开台北 因为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做 他要解决阿泰 替男友报仇 高桥也被他的执着感动 于是将自己藏的枪送给了他 另一边 佩佩因为良心难安 偷了狗龙的钥匙 将小豪放了出来 不过小豪并不敛情 而是骂了他几句 小豪刚回到家 就被阿明的小弟找上门来 他收到命令 要杀死小豪 刚准备动手的时候 加奈子突然赶到 开枪救了他 随后 阿泰也带人赶了过来 这一次 他们学聪明了 对着衣柜开枪 可聪明反被聪明误 衣柜里根本没有人 三人赶紧追至街上 正好遇到逃跑的两人 随后 两边在街头展开生死追逐 加奈子和小豪兵分两路 一人吸引阿泰 一人吸引阿国他们 狭路相逢勇者胜 小豪眼看逃无可逃 于是和两人拼了起来 最终凭借着冷静的头脑 成功干掉了阿国两人 另一边 阿泰追着加奈子 来到了一个商场 他环顾四周寻找目标 但没想到 加奈子靠着伪装 来到了阿泰的身后 最后直接开枪 将其杀死 现在最难缠的几个 都已经解决了 只剩下阿明一人 小豪自知 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决定和加奈子 逃往日本 但阿明根本没打算放过他 得知佩佩放了小豪后 将一枪怒火 全部撒在他的身上 将佩佩折磨了一番后 丢住了淡水盒里 小豪看到报纸后 万分悲痛 认为是自己害死了佩佩 于是 在出发那天晚上 他坐车来到了阿明的家里 打算为佩佩报仇 此时的阿明睡得正香 完全没有察觉到异样 可等他听到枪声时 已经晚了 小豪冲进来连开树枪 打死了阿明 虽然报仇成功 但小豪孤身入虎穴 很快就被阿明的手下追到 对面人多势众 阿明只能狼狈逃跑 背上也中了很多枪 最终死在了冰冷的街头 而加奈子因为一直等待小豪 并不发船 于是被船家赶了下来 他在码头一直等到天亮 都没有看到小豪的身影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想死春现在》 由陈以文知道 里面聚集了一众大咖 大哥专业户高杰 这次演的实在是太冲动了 但是在李力学面前 也只有做小弟的份 饰演阿三的代理人 也凭借这部电影 拿到了第36届金马奖的最佳男配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